鲁冰烟的声音戛然而止,她的脖子已被谭云直接捏到变形。 云烟,给我放开它! 随着一道交集之声,电门轰然破碎,碎片四射之中,一袭黑衣的小剑浑身弥漫大地径十二阶气息出现在谭云身后。 谭云左手提着鲁冰烟徐徐回首,打量面前持剑怒指自己的黑衣女子眉头条了条。 哼,若我说不呢? 你可知道她是谁,她可是…… 不用你告诉我,她不就是八天先帝的结拜妹妹吗? 既然你知道,你还敢杀? 我告诉你,我可是大地径十二阶,我命令你立即放开陆冰烟,否则我将你碎尸万段。 小剑说着,替内澎湃雷之大地之力,剑指谈鱼。 好吧,我怕了,我放开她就是了。 谭云说着,幼长却猛然排碎了陆冰烟的脑袋,左手将无头尸体狠狠扔在了小剑脚下。 小剑被气得面目通红。 你……你…… 对了,八天仙城小城主,是不是你这个贼子杀的? 没错,就是我杀的。 还有,我们八天仙府看守时空殿的磕魁,也是你杀的? 没错,是我杀的。 我们八天仙界,与你们九天仙界,一向井水不犯河水,你们仙帝为何派你下来? 哼,你问题可真多。 你一个将死之人,我告诉你,你也无法把消息带回去。 我给你个机会,自问吧,我留你全尸。 小剑文言双目微眯,寒芒顿时蹦射而出。 狂妄?杀?奔雷流星剑决? 手持二阶极品神剑的小剑,显然精通暗杀之术。 她化作一道鬼魅般的身形,便持剑朝谭云杀了过去。 在其耗玩旋斗之际,一道道雷之大地之力剑芒,便犹若奔雷朝谭云吞噬而来。 速度不错,比一般大地径十二阶大能速度还要快上三分。 不过很遗憾,我的速度可比你快上一倍。 当谭云的声音响起时,小剑视线中已经消失了谭云的身影。 无助和绝望侵蚀着她每一条紧绷的神经。 她知道,今天她遇到了不可匹敌的高手。 她凌孔而立闭上双目,释放鲜石,谨慎地勘察着四周。 她的额头上,在呼吸间的功夫,已经清出了细腻的汗珠。 心跳声更是一声中过一声。 不管你是谁,今日我都要杀了你。 小剑视似如归之声响起之际,忽然转身朝秘府之外临空逃顿。 这点小伎俩还想骗过我,你要能逃走,我可就不是谭云了。 谭云骤然出现在小剑身后,一掌拍在了其后背之上。 小剑口吐鲜血,便砸落在了密封之中。 她感觉五脏六腑似乎一味,挣扎着站起来后,神色惶恐地看向谭云。 你实力,为何这么强大? 无可奉告。 只要你回答我一个问题,我可以留你全尸。 你休想在我口中问出什么? 告诉我,八天仙帝柯英的实力,比你如何? 小剑话音微落,谭云便施展鸿蒙神童,对方立刻神色呆滞。 我在八天仙帝大人面前,撑不过一招。 撑不过一招? 看来柯英实力的确很强啊。 谭云说吧,举起右掌要哄碎小剑之事。 小剑腰间悬挂的通灵灵牌忽然嗡嗡震颤起来。 一道威严且焦虑的声音随之响起。 小剑,八天密府可好,我妹妹冰烟可好。 声音的主人是谁? 先是传音告诉我。 他是八天仙帝大人。 好,告诉他。 八天密府安好,鲁冰烟也安好。 得到谭云的命令,小剑便看向通灵灵牌。 回禀先帝大人,八天密府和您妹妹都安好。 那就好,看来虚惊一场了。 本先帝察觉到九天仙界内, 还有人正在朝我八天仙界传送而来, 预计六日后便会抵达。 男人身份不明,也不知有多少强者。 你现在即刻启程前去六大仙城, 让六位城主尽快赶来。 可因说吧,令牌便跪于瓶颈。 谭云招手间, 小剑腰间的通灵令牌便被他隔空射入手中。 待他将通灵令牌收入仙界之后, 右臂一挥, 一碰仙力便吞噬了小剑。 旋即,小剑飞回烟灭。 谭云不由有些迷惑。 还有人从九天仙界来, 会是谁呢? 莫非也有人找到了九天仙地令牌, 来到八天仙界? 嗯,也罢, 六日后我去瞧瞧便是, 若双方能打起来, 那就最好不过。 打定主意之后, 谭云便让沈宿斌离开灵霄神塔, 将八天密府的所有仙权 全部收入神主界之内。 夫君, 接下来, 我们去何处? 八天仙界沧海之下, 海底处处都是美景。 昔日我们成婚后, 你一直说让我带你来看看, 可是过了这么久, 我也没带你去过。 那, 接下来五天, 我带你和玉清他们 去海底欣赏美景去。 五天之后, 我们便前往八天仙城外, 看看究竟是何人 从九天仙境而来。 文言, 沈宿斌碧月羞花的容颜上, 便写满幸福之色。 他谭口轻起, 依偎在谭云怀中。 夫君, 这么久过去了, 我没想到, 你还记得我曾经说过的话? 昔日你的每句话, 我都记在心里呢。 你还说过, 要给我生一男一女呢? 嗯, 待我们复仇后, 我便为夫君, 生一双儿女。 在接下来五天里, 谭云便带着众女 游览海底盛景。 众女是没想到, 八天仙界最美的风景 竟然是在海底。 斗转星移, 一日, 碧海上空飘起朵朵雪花, 刺骨的寒风 更肆虐天地。 八天仙城城外草原, 时空殿外, 八天仙帝柯阴 正亭云立于风雪之中, 而她的身后 则站着尹太和三名老者。 他们察觉到 时空殿内空间波动 愈发强烈, 柯阴便冷冰冰开口。 来人马上要出来了, 做好应战准备, 一切听本仙帝命令。